近日关于中国向南海地区试射反舰弹道导弹的消息让美国海军倍感焦虑 但由美航母肆无忌惮靠近别国海岸实施威慑的日子一句不复返 美国防务新闻13日称 美国海军格雷格哈里斯上将表示 美国海军不会被中国导弹下岛 通过提升航母战力和发展新战法 可以实现远程打击 报道称美海军空冲作战主管格雷格哈里斯上将12日表示 未来美国航母增程后将继续 去确保有效威慑 他透露美海军通过对舰载机领队的力量结构研究 以及逐步服役的新系统和新武器 可保证航母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即便潜在对手针对美国海军发展远程武器 报道提到今年7月 美国海军派遣尼米斯号和里根号航母 在南海展示双航母战斗群 中国近日则高调向南海发射反舰弹道导弹 以对美航母在该地区持续活动进行警告 美国海军关于航母在中国反舰弹道导弹面前 还有多大作用的争论一直存在 报道称分析人士表示 可以增加航母舰载机连队的作战半径 以便在保持平台安全的距离上作战 美国哈特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表示 美海军希望发展一种作战半径 超过1800公里的新型战斗机 为此宁可牺牲武器有效在 和克拉克表示这种舰载机作战半径远达1000英里 即便敌方拥有射程2000英里的反舰弹道导弹也无所谓 因为载人战斗机不必飞那么远 它会停留在千里之外 只会无人平台完成最后攻击 但这远称不上理想 克拉克认为继续制造航程更远的新型战机 对付中国俄罗斯向航母发射的远程导弹 这种想法有些失败 因为导弹价格比飞机便宜得多 美国将陷入糟糕的成本交换比 对此中国专家13日也表示 对方提升导弹射程 美国就增加舰载机航程这个逻辑过于简单 而且会带来很多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远离作战区域 会导致航母战斗力的衰减 而且整个航母战斗群被迫大幅后撤 数量众多的阿利伯克及驱逐舰 携带的对地打击和反舰导弹射程有限 基本派不上用场 如果驱逐舰脱离航母靠前部署 没有足够空中力量的保护 恐怕自身难保